一千五百三十七集 白虎像 奎姆郎 奎姆郎平静地回复了一句 接着掏出身上纸片 看了半天说道 你是 利振生 啊 不错 利振生点点头 接着神色一变 不敢置信地讶异 不是 沙威尔 奎木郎 你是二十八舍的 奎木郎用力点点头 利振生面色大喜 但是随后神情立马一沉 也顾不上高兴 冲不成急声说道 对了 你有没有看到春生秋满朱老四他们 没有啊 不成的神色也陡然一变 急声说道 他们还没回去吗 说到这里 他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又惊又恐 如果春生秋满他们 也跟他这样遭遇三人的围攻的话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要不是奎木郎及时赶到 他都有可能已经命丧黄泉了 没啊 没回去啊 我这么刚过来 利振生 一则那间脸上冷汗直流 神情说不出的慌张啊 啊 春生 秋满 朱老四是吧 奎木郎 此时急忙掏出口袋中的纸片 对着照片问了一声 接着说道 没事 我过来的时候 已经有人去救他们了 啊 利振生神色陡然一变 一把抓住奎木郎的手腕 急切地说道 他们 他们是谁啊 你是二舍八舍的人吗 对 奎木郎点点头说道 白虎像碧月屋和深水源 还有两个跟你一样的高手啊 不成听到这话顿时有些惊喜了 他们跟我比稍微逊色一些 奎木郎点点头急忙补充道 不过差距不大 哎呀 哈哈哈哈 利振生面色大喜 唱出口气 哎呦 我的娘呀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啊 他们过来了 奎木郎神色一睁 接着伸手长前方指了事 利振生不成 闻生立马转向 朝着背后望去 只见前面一个小胡同里面 走出几人身影 正是春生秋满 只见他们两个人似乎受伤不清 互相搀扶着 步伐都有一些亮枪 而他们身旁 跟着两个与奎木郎装扮差不多的男子 应该是和奎木郎一起过来的 碧月屋和餐水源 春生 秋满 果然是他们 利振生面色大喜 咧嘴笑了笑 接着神色猛然一变 因为他突然发现 碧月屋和餐水源 两个人其中一个人 肩膀上还扛着一个 老四 利振生心里磕疼一下 面色瞬间便傻白一片 他顾不上一切 朝着远处几个人人影冲过去 到了跟前之后 他一把枪被扛在身上的身影 接过来跪在地上 抱到怀里 他发现 果然是浑身失血的朱老四 老四 老四 利振生看清楚朱老四的状况之后 身子猛然一颤 刹那间泪如雨下 他跟着林雨学过急救 本想替朱老四身上拔血止住 但是他发现朱老四腹部几乎 被戳成了筛子 血乎乎的一片 根本没有丝毫生还的可能 而朱老四 几乎全靠最后一丝意志力 强撑着 残留着最后一丝气息 老四 李振生痛声哭喊 我不是告诉过你 让你找军情处的人 跟您一起去吗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你 在朱老四过来之前 他千叮宁万嘱咐 告诉朱老四 一定要带着军情处的人过来 没想到朱老四 最后还是一个人来的 因为除了朱老四 没有别的尸体 所以他自然以为 朱老四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孤生前往 我 我 此时怀中 朱老四突然轻轻动了动嘴 他声音细微嘶哑 李振生见状神色一变 知道朱老四有话要说 急忙俯身 老四 我在那 我在那 你说 朱老四的嗓子 宛如风香一般 呼啦呼啦的 不过 好在他尚且能把字图清楚 我 我叫了 君警处的 两人 一起过来 什么 听到这话 李振生的心头便咯噔一下 猛地睁大了眼睛 身子 微微颤抖起来 他满脸不可置信 你叫了君警处的人 那 那你为何 李振生的心头就是一震 他急忙问 那君警处的两个人哪 他内心突然有一些感觉到不妙 如果真如朱老四说的这样 朱老四带了两个人过来的话 那朱老四绝对不可能被人伤成这样 他急忙抬头冲碧月屋和餐水员 互相望了一下 似乎在询问他们两个人是否看到过其他人 但是碧月屋和餐水员两人皆是摇摇头 朱老四面索如指 轻轻地摇头接着 再次张张嘴 李振生 见状急忙 俯下身子 朱老四私声说道 君警处有 有 内奸 何先生就 就 拜托给你们 话音一落 朱老四的眼中光芒极具受割 到了最后 彻底暗淡 死灰一片了 他的脑袋无力地往旁边一歪 没了声息 李振生侧耳听着这话又静又差 他睁大了眼睛赤红的双眼中 泪水大颗大颗的地落 见朱老四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急忙转头望去 他发现朱老四已经 起绝身亡 在这一刻 李振生顿时万箭穿心 胸口闷至 刹那间泪如涌泉 他嘶吼道 老四 老四 李振生额头上 倾尽抱起 怒声嘶吼 用力地拿拳头捶着地 心如刀割一般 哀痛难当 同时内心说不出的 悔恨 自责 他非常清楚 朱老四这是替他死的 如果不是何先生叫他 本来过来去找春生秋满的人 应该是他 那现在死的人也是他了 朱大哥 一旁的春生秋满 顿时痛哭出声 跪倒在地 虽然他们跟朱老四 所相处的时间不算长 但是朱老四对他们两个人 也是分外的照顾 尤其是他们三个人 又都住在同一栋公寓里 平常没事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饮食起居在一起 在朱老四的三位哥哥死了之后 春生秋满 都是他唯一的感情寄托了 所以他已经把这两个小子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 而现在四大天王最后一个 也终于寒恨离世 一向面如寒霜 仿佛没有感情波动的不成 此时也把拳头捏得胳膊作响 他的眼中吸满了泪水 他眼前似乎还能看到当初齐老大 孙老二 张老三 朱老四 在胡秦峰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地 从那大巴车上下来 跟他们对骂的情形 可是如今一切已经做过 不成强忍着悲痛冲跪在地上的 丽震生沉声劝道 老丽 老四的仇 我们必然会报 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 开业仪式才刚刚开始 我怀疑这帮人的目标 是何先生 听到这话 丽震生才极力地忍住内心的痛苦 止住哭声昂起了头 双手将朱老四的尸体抱起 两枪着站起身子 含着面冷声说道 老四 你放心 我一定找出君庆处那 兔子挨脏替地保重 他认为朱老四的死 那君庆处的两个人是有份的 所以这笔账 不得不往他们投上寄 本集结束了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